嗨,各位好,我是不时人间烟火的老吴,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充满奇妙和惊喜的世界,那就是量子纳米科技 或许你听过这个词语,或许你对它一无所知 但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我们将一探究竟 深入了解这个令人著迷的领域 你可能会问,什么是量子纳米科技 或者,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这都是极富好奇心的问题 而在接下来的影片中,我们将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并且让你对这个领域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在轻松愉快的观影过程中 带你深入探索量子纳米科技的基本概念 以及它所带来的令人惊叹的应用前景 无需拥有科学背景 我们将用尽可能详尽和生动的方式 让每个人都能够理解这个主题 所以,请坐稳,打开你的好奇心 让我们一起开启量子纳米科技的奇妙世界的大门 一同探索这个让人惊叹的科学领域 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部分,什么是量子纳米科技 解释量子纳米科技的基本定义和背后的量子物理学原理 简要介绍纳米技术的重要性 并讨论纳米尺度的特性 通过视觉化帮助观众理解纳米尺度的大小比较 在第一部分,我们将深入探讨什么是量子纳米科技 并解释其基本定义 量子物理学原理 纳米技术的重要性以及纳米尺度的特性 让我们开始吧 好,现在,让我们深入了解什么是量子纳米科技 首先,量子纳米科技是一个结合了两个关键概念的领域 量子和纳米 量子指的是量子物理学中的原子和分子等微观粒子 而纳米则是纳米尺度的意思 通常是指比人类头发直径还要小的尺度 这两个元素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极其令人兴奋和具有前瞻性的领域 在背后,它基于量子物理学的原理 这是一门研究极小粒子行为的科学 这些粒子在纳米尺度上展现出非常奇特的特性 比如,超越经典物理学的规则 量子物理学允许粒子同时处于多种状态 这种现象被称为量子叠加 现在,让我们谈谈纳米技术的重要性 纳米技术是一门研究和操控纳米尺度物质的科学 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因为在纳米尺度,物质的性质变得截然不同 例如,纳米材料可能具有出其不易的强度 导电性或磁性 这些特性对于制造更高效的电子设备 医疗器械或环保技术至关重要 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纳米尺度的大小 让我们通过一个视觉比较来看看 想象一根头发的直径 它大约是50到100微米微米就是百万分之一米 而现在,将这个头发的粗细与一个纳米粒子的大小进行比较 一个纳米粒子大约只有1千分之一的头发宽度 这样的比例几乎难以置信 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 在这个奇妙的纳米世界中 物质是如何显示出惊人的特性和行为的 这就是量子纳米科技的基本概念 它的独特性质和应用前景 将在我们接下来的影片中进一步探讨 请继续观看 我们将深入挖掘这个令人着迷的主题 让我们继续探讨量子纳米科技的奇妙世界 第二部分,量子纳米科技的核心应用 在这个部分,我们将讨论量子纳米科技的一些核心应用 以便观众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的实际影响和潜力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量子纳米科技的基本概念 接下来,让我们深入探讨它的核心应用 这些应用领域包括医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等 首先,让我们谈谈医学方面的应用 量子纳米科技正在改变医疗界 举例来说,科学家们正在研发纳米机器人 这些微小的机器人可以在体内进行精确的治疗 甚至是细胞水平的操作 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可能会有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例如对抗癌症或其他疾病 接下来,让我们聊聊材料科学 纳米材料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 它们可以被设计成具有极高的强度 导电性或其他特性 这些材料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新型轻量材料到高效能的太阳能电池 都有可能得到极大的改进 还有计算机科学 量子电脑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领域 它利用了量子位元Cupid的特性 可以在瞬间处理复杂的问题 这对于优化算法 药物设计和资讯安全等方面有着巨大潜力 这只是冰山一角 量子纳米科技还在许多其他领域引发了革命性的变革 所以,不管你是对科学感兴趣 还是只是想知道未来将会带来什么 量子纳米科技的应用前景 将为你带来无数的惊喜和启发 在接下来的影片中 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应用 并展示一些真实世界的例子 请继续观看 一起发现这个令人著迷的领域的更多精彩内容 第三部分,量子纳米科技的前景 在这一部分 我们将深入探讨量子纳米科技未来的应用前景和可能性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量子纳米科技的未来前景 这个领域正在不断演进 并且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谈谈量子通信 量子纳米科技可以实现绝对安全的通信 因为它利用了量子级别的加密技术 使得信息无法被破解 这将对银行业务、国家安全和网络隐私带来重大改变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量子感测 量子纳米科技可以提供极高灵敏度的感测器 用于检测极微小的物理量 这对于地震预测、疾病诊断和环境监测等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力 还有量子网络 它可以实现高效的全球数据传输 改变互联网的运作方式 并为更多的人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 此外,量子纳米科技还在材料设计 能源储存和清洁能源等领域有着重大的应用前景 这个领域的不断创新将为我们的未来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 所以,不管你是科学爱好者 创新者还是只是对未来感到好奇 这个领域的前景都将为你带来无限的期待 接下来的内容将更加详细地探讨这些前景 希望能激发你对科学和技术的热情 第四部分,挑战和伦理问题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探讨发展量子纳米科技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相关的伦理和安全问题 当然,虽然量子纳米科技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但它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这包括技术上的挑战 例如如何更好地控制和操作纳米尺度的物质 以及如何确保通信和计算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此外,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些伦理和安全问题 例如,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 我们需要仔细考虑其潜在的环境影响 以及如何确保隐私和安全性 这是一个不断眼睛的领域 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 在接下来的影片中 我们将深入讨论这些挑战和伦理问题 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应对它们 我们相信,透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我们可以找到平衡 确保这些新技术的益处最大化 而风险最小化 请继续观看 我们将一起探索这个令人振奋和具有挑战性的方面 这个开场白和大纲的设计 将引导观众深入了解量子纳米科技的核心概念 应用前景以及相关挑战和伦理问题 同时激发它们的好奇心和思考 希望这能帮助你创建一个引人入胜的YouTube影片 结论 在结尾部分 我们将总结我们所学 鼓励观众继续探索这个令人着迷的科学领域 现在 我们已经深入探讨了量子纳米科技的奇妙世界 我们了解了它的基本概念 核心应用 未来前景以及相关挑战和伦理问题 这个领域的发展速度惊人 它正在不断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未来的可能性 无论你是一位科学爱好者 一位专业人士还是只是对新技术感兴趣 我们都希望这个影片能够为你带来新的见解和启发 请继续关注量子纳米科技的最新发展 并参与其中 科学是一个无限的冒险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发现新的奇妙事物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记得按下喜欢按钮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有关科学和技术的精彩内容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期待在未来的影片中再次与你见面